在既然身邊有詳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 趙柳晨 Hello 趙柳晨 你好 大家好 趙柳晨上來要和他談談樓市 不過我想先和他談談超豪宅市場 今年回來的超豪宅市場 無論是麵粉或麵包 價錢都賣得很好 其實你怎樣看市場的發展呢 其實來說 過往兩年香港都受到一些黑暴事件 還有疫情影響 超豪宅方面來說實際上是慢了一些 但是我們看到今年初開始 特別是我們在1月推出波魯道 中半山豪宅 之後你看到整個豪宅市場 氣氛互約很多 我們在波魯道那裡 賣了幾個單位都是超標 無論在赤價方面來說 在整體的售賣來說 都是香港的分層豪宅來說 都是破了紀錄的 所以曾經有些媒體都說過 我們是亞洲第一豪宅 這個事實上來說 也看得到香港人對香港的前景 是恢復一下盡心 大家也對於豪宅方面來說 你覺得這些都是一些珍貴的物業投資 應該是做得到的 除了我們之外 其實行家都有幾個豪宅樓盤 他們售賣銷售成績相當之好 非常熱鬧 感覺上整個超豪宅市場 對於一段時間來說 其實都會是 我覺得香港的豪宅市場 過去三個月來說 事實上都是旺了很多 你接觸了不同的超豪宅買家 其實他們現在買樓的需求 或者他們的要求有沒有不同 我們這次接觸到 事實上是有點改變 以前來說 大家一定要說大的 五、六千呎 越大越好 當然 將所有東西放在一個單位裡面 現在我們發覺到 他們有些少許改變 特別是我們新的賣家接觸到 他們開始有些 我們現在時髦點說 超的生活形態 超是市場的 是怎樣呢 可不可以說多一點 他們就會發覺 全部放在一起 就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現在他們傾向 找一個單位來講 是兩、三千呎 不過是兩個 最好就是拼著的 又不是打通的 但是就在旁邊 在旁邊的 那麼一個單位來講 他們是 將這些間隔可能改動了 就全部 絕對百分之一百 是他們自己的居住空間來的 就是睡房啊 或者書房啊 全部放在那裡 另外一個單位 旁邊那個呢 他們的活動空間 或者收藏空間 就說裡面裝得很漂亮 我都看過 裝得很漂亮的 那他們會做什麼呢 就說 可能是自己卡拉OK 有小音響 做小隔音 或者說他們自己 可能買一些古董在那裡 也是古董的收藏 那就是他們自己 有什麼生活的品味 一些明畫 一些畫畫 招呼朋友 都是另外一個空間來的 那我也有問過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構思呢 那些朋友都說 就說 他們不希望 可能經常都有一些 接待一些其他朋友 不希望這個影響到他們 其他家人的生活 就是想家庭裡面的私隱度高一點 可能這些小孩子要讀書的 要補習的 那在這邊 那他們自己活動 可能和朋友喝酒 聊聊天 或者是唱卡拉OK 那現在來說 限制的關係 卡拉OK你還沒開 在家裡唱卡拉OK的時候 都不會影響到那些小孩子 或者其他家人他們的生活 那所以其實現在大家那個 你看得到 比較上超一點的生活模式 就是分開了 那我們都是配合到 這個超的生活模式 所以我們在波魯道的樓盤 也都會是 會推出一些 我們叫做 副商的單位 副商 商就不是說商人的商 副商就是說 單商的商 商數的商 成商成對的那個商 那方便這些賣家 也都是設合他們現在 賣家的那個置業潮流 那你兩個單位拼賣的時候 其實都是五六千呎的 但是他們可以把那個生活 喜居的地方 和日常活動的地方 是分開了的 那這個也是保持到 他們家庭的私隱度 但是我又想到一個問題 立刻買兩個單位 其實就變成兩個獨立的單位 在稅項上面都是分開的 所以他們現在都是考慮的 現在一直在談 都是考慮的 他們都覺得 如果要買第二個單位 你來講 要給到 另外要給15% 除非找到人頭 找到人頭 也都是在考慮這個情況 是怎麼樣 但是 給他們一定是給得起的 但是他們的心就不是很舒服 現在我們都是 看一看他們應該怎麼配合 那當然他們都會積極的 在家裏面 其他家庭成員方面 找個名字出來 或者是可能在一些 父母輩那裡找個名字出來 買兩個單位 剛才趙先生你說 富商之家 我覺得不僅是有錢人的專利 其實你看回 我們一般住中少型住宅 單位面積不是那麼大 其實我們都會 找方法 將自己的收藏品 一些自己的喜好 可能租倉 又或者買一個物理倉 甚至可能買一個小單位 去擺 其實來講 因為香港的居住環境相對小 也都是有一個這樣的需求在 我有些朋友來講 租一些迷你倉 有些是賣一個倉 是擺一些相對少用的東西 甚至乎 我有些朋友來講 就是說 他喜歡喝紅酒的 他直接就要租一個倉去擺紅酒 但是如果你說 假如是我們做到一些富商單位來講 他其實在另外一個單位來講 他都可以做一個自己小小的做單 但已經配合到 已經配合到 這個是增加到他的生活方便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超的生活模式 是慢慢的改變的 無論是有錢的豪宅區那些有 好像剛才建言你說的 甚至是普通市民大眾 他們事實上是需要多另外一些生活空間 所以他們唯有租一個倉 或者買一個倉來擺東西 不過講來講去 最重要是有麵粉 沒有麵粉 就做不到麵包出來買的 其實你們在增加土地儲備方面的策略是怎樣的 其實來講 現在香港每一幅土地拿出來招標 那時候我們都一定會有參加的 當然大家計數未必都是 每次都我們拿到 除了這方面之外 我們都看看我們 現有的物業現有的資源 有沒有一些可以重新再安排過的 可以增加土地供應的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在紅磡那裡 我們現在有兩座酒店 我們考慮的是否可以改變 做一個辦公樓呢 或者我們在天水圍都有一個酒店 我們都申請了 也都將它轉為一個住宅 來善用我們目前有的資源 增加土地供應 大家也希望多些單位供應出來 在香港的市場那裡 幫助維持香港的整體穩定 最後想趙先生 預測一下 踏入第二季 樓市的樓價走勢會怎麼走呢 其實經濟是穩定的 樓價來說 我們一直看 今年整體來說 都是單位數字的上上落落 第一季來說 表現實際上是相當好 第二季現在看到 美國都說得不會有加息 所以我覺得樓價來說 都是會繼續向好 如果豪宅來說 由於供應量少 我會覺得大概是 低雙位數字的升幅 如果是一些普通單位來說 基本上都應該是有 單位數字的升幅 今年的樓市來說 大家都相對情緒是樂觀了 都可以看好 記得買樓因應自己的情況 量力而為 今天多謝趙國雄 多謝 謝謝 我的天髮 你的眼睛 好 你的眼睛 很少